各位親愛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大家好 我是Daniel 牧師 那這一次呢 我們有一個系列的專題 就是我們靈活聖經的系列專題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來分享的是 神與列祖之約 約有他的性質在 整卷聖經都是用約來表示 上帝與他子民之間的關係 這個約比較像是盟約 而不是合約 怎麼說呢 合約是指兩個人彼此約定好簽約了 但是當一方反悔 那這個約就完全的無效 可是盟約卻不然 盟約是神主動的與他的子民跟百姓來立約 這個約即便人沒有辦法完全的遵守 神還是遵守他那一方所應有的應許跟祝福 而約有他的幾個獨特性 第一個當神與人立約的時候會自稱 耶和華神 記載在創世紀二章四節 約的最基本應許呢 是神他自己是所有應許的基礎 第三 神與人立約的終極目標 是為了要救贖人類 第四 約的原則 約的原則有神的應許 與人的義務這兩樣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看約的種類 約的種類有幾種 第一 是挪亞之約又稱為 彩虹之約 是創世紀六章十八節那邊有記載 第二 亞伯拉罕之約 赐福給後裔包括了以撒與雅各之約 第三 神與以色列人之約 我們又稱為西乃之約 或者是摩西之約 第四 神單向的設立約中的應許和義務 第五 人必須以順服的信心來接受這樣的一個內容 我們首先來看 神與亞伯拉罕之約 第一個 神要應許他赐福給亞伯拉罕 許多的後世 並且把迦南地赐給他為業 第二 神要亞伯拉罕以信心來回應 接受這個應許 亞伯拉罕做到了 神就算他為業 神應許把迦南地赐給他們永遠為業 因此第三 神不但要亞伯拉罕以信心來接受聖約 更要藉著他順服的生活來討神的喜悅 如此聖約中的福氣才會不斷地持續下去 如同上帝所說的 直到他的後裔到千千萬萬代 那麼神對亞伯拉罕有所要求 在這個約裡面 他要亞伯拉罕 第一做一個完全的人 完全是代表著一個生命上的成熟 與神同行的時候 來建造這樣的一個成熟的品格 第二 神來試驗亞伯拉罕 就像神要求亞伯拉罕在他晚年的時候 獻上他自己的獨生子 以撒 第三 後裔受割離為約的記號 甚至在聖經當中要記載 如果在名當中 他的後裔當中 不順服這樣的一個受割離的記號 就必須要從名中來剪除掉 我想神的約是永遠的約 在聖經裡面說 神他願意約永遠的有效 但條件必須是 亞伯拉罕的後代 都必須要持續地順服約的內容 神應許把迦南地賜給他們永遠為業 換句話說 當以色列人 他們在往後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歷史當中 他們不順服神的時候 去拜偶像的時候 神就把他們掳掠到巴比倫去 交給異邦的君王 接著我們看以撒之約 從亞伯拉罕之子以撒開始 神就期望每一個世代 以色列人都堅定亞伯拉罕之約 這記載在創世紀17章21節 所以神才會在創世紀26章24節那邊 對以撒說 我與你同在 要賜福給你 使你的厚意繁多 第二 當以撒結婚21年都沒有生育 直到以撒為妻子迫切地祈求 祷告耶和華之後 利百家才懷了孕 因此我們知道 約並不能夠 依靠人的方式來成就 必須依靠神恩惠的行動 神的行動就是 回應人的禱告和尋求 第三 以撒自己也同樣需要以真心 以信心來順服神的命令 才能夠領受聖約中的福氣 舉個例子 當迦南地遭遇饑荒的時候 神指示以撒不要下到埃及去 以撒聽從了神的命令 神就應許說 我必堅定 我向你赴亞伯拉罕所起的事 我們再來看雅各之約 當以撒與利百家生育了雙子 以嫂和雅各 一般而言 長子是應該要承襲聖約的祝福 但神卻預言將來大的要服侍小的 因為以嫂不但親看長子的名分 還娶了兩個不敬畏神的外邦女子為妻 以嫂表現了對聖約之福毫無興趣 結果可慕未來屬林福氣的 第二個兒子雅各得著了神的應許 同樣的神與雅各立約的時候 也要求他必須憑信心來順服神 記載在羅馬書第一章第五節 這樣子才能夠堅定聖約 雅各前半生雖然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 想要得著他所要的 但是到了最後 他願意順服神的命令和旨意的時候 他就回到了應許之地 神才重新與雅各 堅定他與亞伯拉罕約定的應許 最後我們做一個結論 上帝的應許直到永遠不改變 然而我們需要完全地以信心及順服上帝的應許 才能夠承受許多屬林的福氣 願我們都能一生跟隨上帝的帶領 成為最美好的祝福 阿妹